近日,缅北冲突局势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缅北同盟军下令封城,老街争夺战一触即发。关键时刻,解放军军舰抵达缅甸,释放信号不简单。那么,缅北冲突局势又有哪些新动向,抵达缅甸的解放军军舰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 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涕,以仁未尽,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匠新历史。大战一触即发。 11月24日晚间,中国驻缅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称由于缅甸北部国干老街地区冲突持续升级,当地中方人员应尽快转移撤离。 短短两天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就发文,确认了老街地区将于28日起全面封城的消息,喊话当地中国公民尽快回国,避免被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炮火,覆盖行动物商,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缅北冲突局势正在不断升级,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持续升温的缅北局势,中方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除了发布紧急通知,敦促老街地区中国公民尽快撤离外,11月25日起,解放军南部战区也组织战区陆军部队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实战化演训。 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边境封控,火力打击等作战能力的实战化演训行动,表明了中方在缅北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演习地点选在芒市芒海镇芒海村附近地域,瑞丽市顽艇经济开发区芒令村附近地域和耿马县孟定镇清水河村附近地域。 这三个区域恰好对应缅甸爆发冲突的地区,边境安全存在一定风险,加强边境风控等科目的演练,是为了向缅甸冲突各方展示中方有能力,也有决心来维护中缅边境的和平与稳定。 开展陆上实战化演训的同时,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也于11月27日抵达缅甸仰光,开始进行为74天的友好访问。 据悉,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第六次访问缅甸,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军地高层领导,编队官兵将与缅海军官兵进行专业交流,文体竞技以及相互参观军事设施等活动。 这一航动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首先,这一航动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缅北冲突的关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此次通过海军舰艇访问缅甸,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决心和贡献。 其次,这一航动也向缅甸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是缅甸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愿意在缅甸面临困难时提供帮助和支持。 通过此次友好访问,中缅两国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和合作,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这一航动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在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合作、发展的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此次通过海军舰艇访问缅甸,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决心和实力。 危机下的外围青角。 随着封城令的发布,国感同盟军展开了外围青角行动,占领四个城镇,一百多个军事据点,似乎以百好攻占老街的格局,在这场危机四伏的边缘之地,同盟军如同雄狮张开利爪,猛然袭击,使得缅北的冲突愈发激烈,从他们手中缴获的先进武器来看,同盟军的实力与日俱增。 魏国感同盟军的雄心勃勃埋下了更深的基石。 然而,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较量,更影响了中缅边境的经贸往来,在一次炮击事件中,木解地区的运输车队损失惨重,超过66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成为这场战争波及下的牺牲品,无论是误伤还是蓄意袭击,这次事件无疑是对地区经济的一次重创, 也让两国之间的联系陷入更深的困境。 两国共同努力的谜局。 正如报告中所言,中缅两国共同努力控制犯罪,解决地区动荡的问题至关重要。 毕竟,这片边境地区是中缅两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也是贩毒、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温床,要想摆脱这些犯罪毒瘤,必须联手解决地区的不安。 在我国始终强调不介入内战的同时,呼吁停战,保障我国公民的安全,这既是一种负责任的表态,也是对地区和平的期许。 这个边境之地,仿佛成了时间的漩涡,吞噬着无数生命,也在不停地演绎着一幕幕悲欢离合,而这一切似乎还只是开始,未来的道路注定充满曲折,果敢同盟军发布的封城令,不仅是对老街的一次封锁。 更是对未知未来的一次宣告,这个城市曾是繁荣与活力的代表,而如今却变成了一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堡,无数人的命运被牵动,城市的脉搏也逐渐凋毙,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远方酝酿。 果敢同盟军的决心昭然若揭,他们所张扬的口号中蕴含着对权力的渴望,对土地的争夺,老街,作为这场争端的焦点, 不仅代表着政治的权谋,更蕴含着经济的诱惑,果敢同盟军在宣告封城的同时,喊出的口号让人不禁揣测,他们的目的究竟是政治的权力还是商业的富饶。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然而,在这场暗流涌动的危机中,我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的友好访问,如同一只和平的使者,试图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这个世界都市之秋,不同国家的军舰相遇于仰光,似乎是一种外交的谋略,我国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对和平的执着,对邻国关系的重视。 然而,这是否能在剑拔弩张的战争阴影下保持协和,还需时间和智慧去解答。 与此同时,果敢同盟军在夜幕降临时展开的外围倾角行动更加剧了这场战争的紧张。 城镇被占领,军事据点被夺取,这些都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而在清剿中,同盟军的实力不断显现,更是在于缅军九十九师的交锋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这不仅仅是一次战争,更是对力量对比的重新定义,果敢同盟军的强大, 不仅仅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在于他们能够激发出的战斗热情。 然而,战争并非只有硝烟和胜负,它还有一面残酷的现实,边境地区的疼痛, 在一次炮击事件中,木解地区的运输车队遭到重创,损失巨大, 这场战争的冲击并非仅仅局限于军事层面。 更是殃及了民生和经济,这片边境土地曾是中缅两国经济交流的纽带, 然而战争的铁蹄却让这一切支离破碎,经济的崩溃,无辜人民的流离失所, 这是战争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痛苦。 报告中提到,中缅两国共同努力控制犯罪,解决地区动荡的问题,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制毒贩毒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边境地区毒品贩运网络的复杂, 使得这一问题异常棘手,我国方面的呼吁停战,保障国民安全, 也是为了割断犯罪与动荡的联系,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才能逐渐铲除这一地区的祸根,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 在这场危机的时刻,我国始终保持着对国家主权的坚守, 在南部战区的实战演练中,我军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 而海军的友好访问则传递出我国对和平解决的坚定信念, 然而,国家主权下的权衡之术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维护边境稳定与国家利益的平衡,需要细腻的外交手腕, 需要明智的军事部署,我国所展现的坚韧与智慧, 也让人们在这场危机中看到了一位大国的沉着从容。 然而,未来的发展依旧充满着悬念, 国敢同盟军的强硬态度,海军的友好访问, 外交谋略的斡旋,这一切是否能够促成边境地区的和平, 而国敢同盟军的封城令是否预示着更为剧烈的战争, 这一切仍然未知,如同一场巨大的谜题等待着被揭开, 而这个答案不仅将影响两国关系, 更会对整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个时刻都被历史的注视所铭记, 而这场边境危机也将成为历史长卷上的浓墨重彩, 无论最终走向如何, 它都将永远定格在两国关系的历史画卷中。 是和平的曙光,还是战争的硝烟, 未来将给予我们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也将被刻在人类文明的记忆之中, 或许,正如这片边境土地一样充满了曲折和未知, 而历史的镜头将在这里定格下一个不可忽视的瞬间。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